主席各位委员,有请主继长 好,请主继长 郑委员好 主继长,这个根据监察院在去年失业的调查报告 这个原住民最大的问题,关键是在失业 失业的问题 原住民的失业率,在今年的6月所做的调查是5.02 刚讲调查,你们都没有在调查原住民的,对不对 主继总处没有在调查原住民的部分 我不用问他没有调查,你们都是交给言明会 很多很多的调查统计 很多很多的调查统计在你主继总处都没有做 原住民的部分都是交给言明会 事实上,言明会你又没有给他那么多的经费 来去做相关的调查统计 也没有这个人力 你等下回去之后,你就问你们的同仁 行政言明会的会计是 人少,事情多 还要办很多你们不要办的调查统计的业务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部分 失业,失业力,这是在监裁案的调查报告 原住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失业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这个,跟一般的来讲 8月是4.4,这个9月份我还不知道 8月是4.4,就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而跟原住民会有很多的直接的关系 以现在来讲,我们会清楚了解的是外劳 因为政府,国家为了拼经济提出了一些方案 国内新增投资案,台商回台新增投资案 要增加8万多的外劳 而原住民的就业者从事的行业 制造业占17.44% 营造业占16.49% 两个加起来是33.93% 而外劳进来的主要就是这个制造业,营造业 所以第一个冲击的就是原住民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主祭处匡列给原民会的相关就业的议算 这几年来是不断的减少 这三年来就减少 这三年来减少 从这个我们一百年的也不过四亿四到一百零一年的三亿八到一百零二年的变成两亿八 这逐年减少,而且减少的很多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而且按照原住民就业基金的管理办法 政府应该第一个来源呢,第一个来源应该是政府拨款的议算 这几年都没有啊,所谓的政府拨款 现在你们都把那个公益裁券 那列为政府拨款的议算 事实上不是吧 那个主席长 我刚刚委员报告,那委员当关心原住民的就业问题 这个当然很重要 事实上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 那一百零二年度呢,事实上列了有九点八一亿 那这个基金 就是像那个原住民就业服务经费有五点九亿 那另外,并且在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编列 有经济产业跟青年创业贷款是九千万 那原住民违行经济活动贷款跟信用保证三亿 那个主席长 这整个加起来是九亿八千一百万 实际上投入到就业的部分就不是那么多嘛 是,我说这些全部啦,九亿八千一百万 那个是指综合发展基金 他另外有一个就业基金 单独一个综合发展基金之下的一个就业基金嘛 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 你已经预起了相关的很多外劳的进来 然后怎么样去加强相关的这些就业的机会 主席处你要多一点支持给行政业民会 那老委会的就业安定基金 你也要跟老委会讲 你的就业安定基金也要相当的经费 投入到原住民的就业 这可不可以 是,这个原住民就业是很重要,对 对,我是说你要要求老委会 他的就业安定基金 你也要增加投入到原住民的部分 好,我们会转达那个老委会 我们转达你要要求啦 我们会把那个委员的意见 你是基金的这个整个行政院的主管机关嘛 是,我们会向那个主管机关 我们会跟老委会做沟通说明 希望能够尽力来支持 这个相关的这些 事实上这个怎么样去强化这个部分 很快的就看得出来 已经知道了,八万多 八万多人的外劳 整个直接就影响原住民的一个就业 整个五点零几啊,恐怕还会往上升 现在你九月份的调查是 一般的失业率是往下 原住民是往上 请主席处能够继续 特别跟老委会做一个协调 好,好,谢谢